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技术客服 专利法务 网管 工程师 业务 技术 资源等 都要把它纳入到替代液可以去服务的范围 最让我觉得压抑的是说 它的部分是学士而已 所以它是用10K 1万块 那是在第一年 那在这种情况之下 我当然会待会跟你求证 但是我要先表达我对这件事情的 这个强烈反对的意见 就是说 在措施以上的我们完全理解 因为它是高级技术人员 我们不要让它哪怕只有一年 也不要让它中断了 它的研究上的精华期 所以让它到这一些高科技的 或是相关研究的单位去 做工作 然后给它应有的这薪资 我们完全了解那个政策的背景 那它影响的人数也算是有限 但是你现在把它开放到大学以上 然后开放刚才以上的这些项目 它会变相变什么情况 它会变相说 你帮很多的一般工作的这些老板们 去请到了 以前是22K 已经引起现在大波 以后再对半砍变10K 它可以去聘请了 这个许许多多的 这些根本不是需要高技术的 而且也不需要这些 一年也不会影响到它的这些 太多的未来生产力 跟这个生产能力的 可是呢 它却会严重排挤到 本来可以 它毕业之后 或退役之后 它可以直接到 这个单位去上班 不管是超商 网管 生产制造 我刚念的这一些部分 那那些部分你要知道 我们的最低的这个 基本工资是18780 一般都会领到超过2万以上 结果你现在是直接把它对半 称10K 那这些老板他当然高兴啊 以后越多越好 全部来申请 莱尔夫全家 7-11全部申请 我以后的便利超商的这些人员 全部都是用10K的 那而这个是政府的一个政策 实在是我 我宁可相信说 这个是一个错误的讯息 可是它写得那么的清楚 包括哪些类别 那些哪些项目 显然这可能已经是你们一个成熟的政策 那我想请教 那个市长 您要不要说明一下到底是怎么回事 是根委员报告 因为这个是媒体报导的部分 那就部里头来讲 这个案根本都还没有送到部里头 这是第一个 那第二个 据我了解 目前啊 那个只是请我们议政署 为了因应募宾制 我们替代役的应兰可能会增加 所以啊 在这一个部分 原划替代役的部分 请他再做研究 是不是在范围上 是不是可以做什么样的一个 实质上的一个扩大而已 所以根本来讲都还在收集意见 听取大家的一个意见 是 刚才你有跟这个江慧政委员说 你会郑重的请议政署 做一个澄清 跟说明 我想这一点一定要做得很清楚 因为呢 就是先前的22K 当然因为已经是政策 他影响的部分确实是 让整个我们的市面上 大学毕业生就被定价在那个地方 这才是划时代很负面的意义啊 那现在如果我们再把这件事情 再往下压 你想想看到 第二年第三年开始 他可以跟他磋商 他的这个费用 如果照报纸写的这样 那一定 我绝对跟你保证 不会超过18780的啦 也就是说 以后从事以上被你列到的这些工作 他的整个市场的薪资价格 就会急速往下压 这件事情是可能是因为我们为了解决 您刚才讲的未来替代 依然增加 可是却没想到这个方案 却影响到整个就业市场上 重大的冲击跟影响 所以是不是 这既然是一个相当不成熟的方案 本席是表达积极的反对 是不是可以请内政部很郑重的对外 做一个澄清跟说明 这个部分我想我们会请议政署对外来曾经说明 那委员所提示的那个要注意的一个方向 我们也会交给议政署来并案来研议 好 我最后只是再提醒一下 就是说这一些工作项目 它并不会因为一年的 党民现在都不到一年了 然后它去受到影响 可是你一次帮它绑就绑三年 它会造成整个产业薪资结构的降低 我们现在很担心的是说 未来这些工作所有的项目的薪资水准 已经会在东南亚里面成为是最差的一个状态 那实在是一件千万不要 饮夜费食或者是因果关系搞错的问题 那最后就是有关于就是 刚才刘建国委员也有提到说 我们今天的法案里面所提到的 就是因为公告限制的调整等等的这样状况 那我们也要提醒就是赤党 就是说不要只限制在一百年的状态 过去几年之内 可能我们逐步增加的公告限制的这些影响 也应该要一并去做考量 才不会说我们可能只是为了部分的人 他的不要说他的国民年金受到这个影响 可是却忽略了说过去曾经 在过去几年里面逐步增加的这些公告限制 待会我们的这个附带决议里面会特别提到 今天你能够一并做参考吗 是这个部分 最主要会我们还要去收集这些的资料 对 才能做后续的一个处理 是 好 谢谢 好 我们谢谢赵委员 那接下来 请吴玉申委员 吴玉申委员 吴玉申委员不在 黄伟哲委员 黄伟哲委员 黄伟哲委员